大批警員下午在西九龍法院戒備 警方鐵馬不停穿梭 警員穿上被打衣何槍實彈 12港人案中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 和律師助理陳子華 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在星期四提訊 案件進行交付高院程序 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 決定將案件押後至下個月7日再訊 兩人繼續還押 兩人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2月15日期間 在香港和黎智英和他的助理等人串謀 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組織、人員 對中國和香港進行制裁、封鎖或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兩人亦被控串謀協助罪犯罪 在2020年7月至8月期間 串謀黎智英和其他人 在沒有合法權力之下 協助李宇軒離開香港到台灣 而意圖妨礙拘捕或檢控 另外李宇軒再被控在2020年8月10日 在沙田希遇頓中心一個單位 無牌管有超過250枚使用過的催淚彈、海綿彈和橡膠子彈 現時被控一共三項控罪 陳梓華就一共兩項控罪 而被判囚一共20個月 現證服刑的黎智英 牽涉的去年六四非法集結案 星期五在區院審訊 預計將停取包括黎智英在內等等20名被告的答辯 東莫記者曼家琪報導 constitu